男朋友跟姐夫 都很喜歡看NBA 那女生對這種 要嘛就是很著迷 要嘛就是完全無感 那我就是那種 我陪你看OK 但你跟我講那些什麼人 我真的 真的 對 我覺得每個都長得像Jordan 這樣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不都很高 對 就是黑黑的這樣 我就覺得就是 一群人在搶那個籃球這樣子 我就覺得沒有感覺 為什麼不一人發一顆給他們講 對 感覺不好玩 自己在那邊玩是不是 對 感覺不好玩 我真的講過這種話 最後冠軍賽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真的說 有一個是支持熱火 一個是支持什麼的 我想說什麼火 我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兩個人就吵吵吵 他們說來 你覺得呢 到底是覺得誰會 我誰說得比較好 那時候就很白 我說不管我的事 你們自己抄你們的這樣 然後他就說好 他就臉有點沉下來 但是因為還是在我家 就不好意思 就是有什麼反應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就要大家吃飯 然後就回家 回家說爸爸媽的旁邊送行 再見 創意拉上馬上就開始騷擾 剛剛我怎麼說那不管你的事 我說 球賽反而就不該對我們 對 你們打你們 幹我們什麼事 那個球賽 男友是不是有下球 而且等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沒有啦 輸贏應該收掉 誰還會這麼在意啦 輸贏很致 而且你停不停 會影響比賽結果嗎 對啊 剛剛就不好吃啊 起毛字啦 起毛字的問題 不過兔拔是這樣子啦 什麼叫富養 可能要有一點可以溝通一下 像我記得我那時候小孩還小 小學吧 然後我那時候高玉日本料理 是不是很有名 非常有名 非常高級的 我在高玉吃日本料理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你兒子不是也很喜歡吃日本料理 怎麼不帶他來 我說我兒子今年才八歲 我就帶他來吃高玉 他將來怎麼滿足他自己啊 他沒有努力的目標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他憑什麼可以吃這麼好的日本料理 他這樣子以後怎麼吃 一般的壽司 對 是不是 所以我是不幹這個事的 但是我也曾經被批評 就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是 小孩四歲多 四歲吧 剛好帶來攝影棚 是我的化妝師跟我講 他說美玲姐 你好歹也是一個 當紅的主持人 你就讓你的小孩穿這樣 我第一次被人家批評 說我的小孩穿這樣 因為我覺得有穿就好了 而且 是怎樣 我想說他穿怎樣 他穿怎麼樣 沒有 因為就是很普通的 服術 我告訴你 我是從內科之後 才開始去搜狗買銅裝的 為什麼 因為我孩子是雙胞胎 一出生都住保溫箱的 所以我怕養不活 我都是去拿人家的衣服來 穿百家衣嘛 穿百家衣 孩子比較好養活嗎 這是我媽說的嘛 會這樣喔 當然 所以我兒子的那件T恤 是前面三個小孩穿過的 還輪到我們家來 那都已經是黃啊 什麼的那樣子的啊 然後我告訴你 後來我跟你講 我後悔死了 我在搜狗買那麼多衣服 根本他就抽高了 所以那個富氧呢 你買這麼多名牌的鞋 名牌的衣服 以下的穿不了 穿不了 我覺得那個不是富氧 那是浪費 那是應該把這個錢省下來 看是要栽培他死亡 花在... 不是才藝班 也不是才藝班 這個可是要補充一下 像是上才藝班 我老婆就規定 鋼琴他就要請到一流的老師 然後要一對一上 不是 你把錢花這裡 我都覺得 這個比較能解釋 那這是學習一個記憶 是不是 那鞋子也曾經買到很誇張 就是買很多 然後最後發現拿出來的時候 穿不下 完全穿不下 全新的 穿不下 真的都穿不下 而且很快 而且那個現在的小孩的 那個名牌的衣服 真的好貴喔 真的好貴喔 我曾經參加朋友那種 就是剛生出來的娃娃我真的沒有生過小孩 不知道要送什麼 我就買包屁衣 我買了一個Coogee的那個 就包屁衣你知道嗎 等到我 我才過兩個禮拜再送 Coogee長那麼大的娃娃 根本就沒辦法穿耶 小時候長得快 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不養也要看事情了 因為有些場合 你還是給他穿那個體面 為什麼 有場合一定要好好的穿 那這個會讓他知道說 他穿這樣子就是 今天是重要的場合 好來 雙方長這樣 A還是B 雙方互看不順眼 哪句話會掃到台風尾 聽聽TOL怎麼說 我的選擇是B 如果你直接說 這不關我的事 你們自己處理 這樣子的話就真的太不負責任了 一個是你的老婆 一個是你的家人 你怎麼可以不從中去協調呢 你如果只是想要逃避的話 真的是直接給我出去 太不負責任了 我選B 像我朋友就跟我分享啊 她媽媽非常喜歡去開她的房門 結果有一天呢 開了房門之後 她男朋友在裡面 結果她男朋友受不了 跟她媽說 阿姨妳現在進來可以敲個門嗎 結果她媽媽就說 這是我家耶 我幹嘛敲門 然後她男朋友真的受不了了 直接問她女友說 你覺得妳媽進來是不是應該要敲門 尊重我們一下 結果我朋友真的超傻的 她就說 不關我的事啊 我就沒差 結果她媽走了之後呢 她男朋友整個罵她就說 妳要爭取妳的權益啊 這是妳的房間耶 結果我朋友就被她罵苦 她想說五星一句話 竟然就這樣子 莫名其妙受到破解 好 那個大部分 都覺得不干我的事喔 對 所以妳就讓一下 來 這個選的人比較少選 A 不正常 請噴 我們過來旁邊都好涼 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最後一句話 快問快答了 愛人家人一千不合時 你會聽哪一邊 愛人B 家人 來 愛人家人 愛是B 來 請舉牌 這個 怎麼那麼 來 這個最後 這很簡單好不好 這最後啊 最後就是 一翻兩瞪眼 怎麼樣 你選A耶 我選A啊 對啊 愛人 選愛人 當然是選愛人 你選小亮 當然是選他 不然呢 因為這樣睡到我旁邊一輩子耶 然後你不高興 他還會不跟你講話耶 沒錯 對啊 爸媽是一定會原諒你喔 爸媽反正罵完我們回家 你夏天 明天跟他講你要吃什麼 他就會跟你講他要吃什麼 不是 那你跟他講說 我們下禮拜要買什麼東西 你要幫我買什麼 他還是會幫你買啊 可是我老公不會啊 對 他很難搞耶 OK啊 我懂你意思 下半輩子是你給你老公要過的嘛 對啊 好像有點道理耶 所以兔拔啊 你買那麼好的衣服幹嘛 你買那麼好的鞋子幹嘛 下半輩子他跟別人過啊 真的啊 真的 你女兒長大他也是選 他選擇他老公嘛 對啊 真的 我 因為他想要下半輩子 就不跟你過 對啊 你有老婆啊 他有老公啊 翔哥也選愛人 你選愛人 因為假設 余大哥會看我們節目嗎 不會 余大哥 沒有 媽媽不要老是看到 媽媽不要老是喜歡滑手機 你回去被他打死 不是 因為真的啦 就像之後也講的 你家人嘛 家人太了解了 在你身旁的人 他每天在你旁邊 他很吵啊 對 阿瑪很好處理嘛 阿瑪就 那為什麼你選家人 因為我覺得家人是 你那個血緣關係在我們 就是永遠一輩子 到我老的死掉 家人死掉 那個關係才會結束 可是另外一半 不爽 可以換啊 對不對 你可以離婚可以分手啊 我覺得那不一定是 最後的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 最穩定不變的關係是家人 所以他會是永遠是派又進 我也是選家人 因為我爸 我爸媽其實讓我 就是學讀教育 然後到研究所畢業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 很辛苦把我拉拔砸到 所以我會選他們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的話是我覺得 爸媽真的 你如果對他反的話 他很容易往心裡去 那你會很難處理 然後他可能會一直打來 騷擾你 為什麼你又這樣子 你又不服我的意 他會這樣子 那如果是 你會很難處理 因為老婆的話 他就比較 我覺得回去之後 就是比較好處理 因為家人比較難處理 你反而覺得老婆好處理 你忘記啊 對 阿貝啦 對啊 因為你錢到底賺多少 又買名牌 又買包 因為老婆用包 他處理 老婆用包 爸媽也是用包 但爸媽是用紅包 用包會被罵 又來了 浪費錢 都是看誰好處理 對啦 你覺得你的愛人好處理 你就處理愛人 如果你覺得你的爸媽好處理 你就去處理爸媽 對 大概是這樣 好處理的 我覺得 沒錯 這意思 來 無關ASB 愛人家人意見不合時 你會聽哪一邊 聽聽QOL怎麼說 選擇家人吧 因為我愛人會比較理解我 所以我可以跟他解釋 但是家人呢 爸爸媽媽的說 可能 比較老人家嘛 所以 就真的會介意 所以如果 我不挺他的話 他們就會心裡很動很動 想很多事情 可能就 睡不覺還是這樣子 那樣子 我會很麻煩 所以我應該 自挺家人的 最挺到的選的是家人 小心的一想想 是誰讓你長大 肯定是父母啊 然後你爸媽就是 才是最清楚 你需要什麼的人 你想要做什麼 你抄屁股他們就知道了 現在才女朋友 然後以後結婚怎麼辦 結婚以後 父母肯定很沒有安全感 那如果以後養老的時候怎麼辦 他以後生命的時候 需要簽字 或是需要付錢的時候怎麼辦 女生那個老婆 說不想不行的時候 如果你幫老婆 他們會怎麼想 所以說 已經是消失了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的B 家人 得票比例64% 你覺得正常嗎 好的 大家還是滿顧形象的 64%選擇了家人 好 選A的比較早 你看我都沒有顧形象 選B的 噴 我今天無疑心片 真的耶 韓族 你煮頭噴得不好耶 噴好不正常 我都快冷死了這裡 正七月了嗎 不正常了 很好 對... 那你回去要想一下 因為我為什麼這麼不正常 不是 你剛剛選的是家人 還愛人 我喜歡愛人 因為我跟你講愛人真的 朝夕相處 你要是他每天跟你還收不了 他也是趨吉畢胸 趨吉畢胸 趨吉畢胸啦 你要看啦 因為現在你看柔懷孕 對啊 我怎麼能 對不對 你看懷孕那個情緒你知道 有時候 很可怕 這是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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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看啊 我們一定讓你七級畢胸 對嘛 不要這樣嘛 你想要去選愛人 好不好 愛人 我們給新的獎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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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畢胸是對的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